第529集 入画 上次说到 我们正想下去墨然发现的另一个墓室的时候 就看到缝缘不见了 想来想去 这人 难道是回到刚才那个墓室那里 想找些值钱拿走 我们就准备回去找他 但走着两步 就看到他穿着缝缘的衣服的尸体 这具尸体 身上的肉已经发得七七八八了 但都可以认得出 是刚才我们在那个墓室里面 看到那具女尸身下的蓝丝 但是这样就算了 因为刚才我们把他搬出来的时候 这具蓝丝肥佬看过 还说他死了只有一天 身上哪个肉都还没化 那为什么眨眼之间 那些肉会没了那么多呢 不用想 刚才那个墓室那里一定有古怪 说不是缝缘现在 就困在那里 所以我们乱乱想 走进那个墓室那里找吧 但就找闻也不见冯缘 我就觉得奇了 老实说这个墓室 就这么多地方 一眼就看了 冯缘去哪里 这个时候 墨虹面色一变 指着墓墙 说话的声音都震了 他说 喂 你们过来看看 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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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墙上面 不是吧 你以为冯缘是蜘蛛盒什么色上墙 我走过一看 原来墨寒的意思 是说冯缘 进了墙上面的画里面 我们之前看到的 铁墙上面的画里面 居然多了个男人 这个男人的面貌 就是冯缘 他和前面的男人一样 手上拿着帽子 躲在那个拿着铁线的女人身后 他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种很诡异的笑容 和我拿着铁线的女人 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说 没可能的 之前我们看到 这幅画上面 是没有缝缘的 这个时候 肥佬说一声 糟 快点 把黑奴提拿出来 我们乱乱想 在徐生行李当中 拿出两个黑奴提 这个是原本我们 为了预防在渡墓的时候 看到僵尸所以准备定的 难道这个墓室里头的女尸 会撕扁 然后肥佬呢 对我洗过眼色 指一指 刚才那幅红木棺材 小小声说一句 打开他呀 我走过去 出力一推 哈 这幅棺材的棺材盖 比刚才重了很多 推开了之后 我看到棺材里面的情况 就呆在那里 怎会这样的 棺材里面有一句女尸 刚才我们也看到的 但现在这句女尸 跟刚才相比 圆润了很多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这句女尸 用皮包骨来形容也可以 但现在这句女尸 身上已经有了很多肉 整具尸体都涨起来 我立即联想到 刚才睡在这句女尸身下的蓝丝 原本就有血有肉 眨下眼 就变成像骷髅头一样 我不敢用我的想法 难道是这句女尸 吸收了那句蓝丝的血肉 我灵机一触 正想伸手拔那个女尸 我心想 难道逢源 就被那句女尸摘住 好像刚才那句蓝丝一样 但肥佬一下按住我 在我耳朵里面小声地说一句 喂 你傻的吗 要麦寒去做吧 看肥佬的衰样 摆得明 就是推麦寒去试探这句女尸 会不会诗变呢 我知道肥佬敢在为我好 但要其他人为我冒险 我就有些做不出 更何况这个人 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但还没等我开声说话 肥佬跟麦寒说 喂 你过去 抬起他女尸 麦寒有点迟疑 然后肥佬就说 你放心 我有黑雷蹄 如果这句女尸有什么古怪的话 我第一时间救你 更何况 现在逢源好 有可能就被他摘住 难道你不想救你师兄吗 听到肥佬这么说 麦寒立刻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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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 然后伸手去扯着那句女尸 当他碰到女尸的时候 突然一声 噩噩噩噩 这样的声音 由女尸的身体里面发出 听着 好像到一副青蛙叫 一声 嘯一听 面团就变感 fat 神ian 立刻伸手 拉麦寒 After that 她的女尸双眼 一擦 打 처음 一 beni 一颗疯狠的黑气 浓空的黑气 성ian 从声中帮出来 这些黑气 好像烟雹一样 又浓又浓 然后 她说 女尸的双手指甲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越生越强 身体也不停地开始震起来 肥佬就更加紧张 说一句 喂!是屎气啊! 快点!塞住他的口 用什么塞啊! 黑雷体啊! 我立刻听肥佬说 将手上的黑雷体 一塞塞到女师的口中 一塞下去而已 那句女师就叫得越来越大声 然后那些黑气 竟然开始由他两只耳朵里露出来 接着女师的口中 几只占绿的犬齿 也都慢慢慢慢地生了出来 面貌也都越来越生灵了 肥佬一见到就说 糟!是屎面啊!快点!按下他! 散发万副棺材! 但我们都没动手而已 那句女师已经整个弹起 麦寒见到这个情况 一脚就兜下去 这一脚可能麦寒已经用尽全身的力 他一踢踢了句女师的肚 把女师整个踢回到棺材里面 然后那边肥佬很快速地把棺材盖一吸 碰! 吸回十副棺材 然后又挨里面 拿了一堆灵符出来 啪啪啪啪啪啪啪 黏在棺材盖里面 这个时候棺材盖不停地震 光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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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不停地吮 搞到截上爆炸弱 可见那女司的棺材里面 是不停地踢着棺材盖 想弹出来了 肥佬说了 拿麦豆来 然后我给了麦豆强 肥佬脫出麦豆线 对准棺材盖女尸的颈的位置一旦 棺材盖上面 立刻现出一栋默印 然后肥佬口中念念有词 人类格松子 鬼离格松山 千邪弄不出 万邪弄不开 太上老君防鬼来 急急如律令 说起来有好事 肥佬念完经之后 那副棺材安静了下来 肥佬才松了一口气 原本他跳上棺材盖 扎着棺材的 现在他慢慢走回来 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一句 搞定了 肥佬 这个棺材里面的女尸 究竟是属于什么级的女尸 我不知道 之前都没见过 不过他应该被人封印着的女尸 这种是一种好邪的方法 估计有人练了这句女尸来守母 首先这种女尸是要处女 然后将他全家人杀光 让这句女尸怨气冲天 最后将他活埋在这里 尸生焗死 这种怨气这么重的尸体 最后就用来守母了 那冯元呢 你刚才有没有见到他在里面 嗯 见不到啊 我估计 这里一定有母中母 冯元可能是被这句女尸收藏 用来吸食他的血肉 就好像有些动物 将自己的食物收藏起来一样 找一下 看看找不找到那个母中母 说完 肥佬和我麦寒 就到处找你上来 找了一会儿 肥佬看着墙上的画 然后对麦寒说了 喂 麦寒 你师兄说你是掌手 墙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的意思是 墙上有机关 喂 你问我一会儿 你是掌手 你这样也看不出 麦寒没有说到话 他双眼望着前面的铁场 一路认识一路看 我就说了 喂 肥佬 你不是怀疑 馮缘在后面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掌手 让掌手看 如果掌手都找不到 那就证明这场真的没机关了 突然 麦寒伸出手 一放就放在铁场上的画 他的手指 正一正地按住 那幅画里头的女人的臉 然后 原本静下来的棺材 又开始不停地震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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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在响 好像打鼓一样 肥佬就说了 喂 燕鲁 过来帮我按住棺材 谁知我刚刚走到棺材旁边 就感觉到 棺材里头 散发出了一股寒气 我整个人打了个冷震 接着麦寒就说了 奇了 这个女人手上哪个扇线 可以动的 是一个机关来的 肥佬就立即说了 哎呀 既然是机关 你还快破了他 麦寒的面色有点慈疑 肥佬立即说了 做什么 你不想救你师兄吗 这个时候我越来越觉得 肥佬 好像常常想推麦寒 去做我们的电脚石一样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找逢源 而是用麦寒 试探出这个墓室里头 还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一样 当然啦 麦寒也不愚蠢的 肥佬的用意 他应该是明白了 但是他想来想去 始终还是对师兄的感情接了上风 只要他咬咬咬 说一句 死就死了 然后 我见他两只手指 夹着画里头的那把铁线 向下一拉 那把铁线 居然被麦寒扭了下来 就是他扭下来之后 棺材里头 砰 一声极巨大的声音 整副棺材的棺材 居然直接炸开 他女士直接跳出来 他跳得很高 而且速度很快 接着他一伸伤手 到麦寒的头捉过去了 那边肥佬显得很镇定 他女士一旦出来 他已经说了一句 果然是这样 什么呀 麦寒就面色大变 他急着扭出两张灵符 把女士衝过去 我想去帮忙 肥佬一刻拔着我 你不用这么心急 让他先上 老实说 你我放心的 但你四叔 我就不是这么放心了 更何况他是你四叔的弟子 我小小小问肥佬 你一直在试探他 你怀疑他 那为什么你会怀疑他 他和冯元都很正常 你四叔渡过的母 你猜小啊 他不是说冯元是他最有趣的弟子吗 他的有趣弟子 怎么会这么贪钱的 是 道德部肯定贪钱 但他刚才拿的是那把铁线 如果说值钱的话 这里有很多东西 值钱过那把线 那把线是铁来的 又不是金 难道拿来 做烂铜烂铁卖 肥佬这么说有些道理 我心想 如果冯元真的这么贪钱的话 他哪有可能 和我四叔赌了那么多的母 还安然无事呢 难道冯元 一早就看穿了 铁线里头的秘密 之所以不跟我们说 就是跟肥佬所说的一样 他们有东西瞒着我们 甚至乎 可能是他们想利用我们 帮他们找到这个母里头的另外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 我听到默寒在那里念咒 天灵地灵 万物皆空 太上老军 烈邪装我 他一说完 手上一把短剑飞出 扑 插正他女尸的额头 接着 一股龙血就飙了出来 刚好就落在默寒的面上 哇 只要他面上整面黑血 看下来不知多噁心 那些血一碰到默寒 他面上就飙起了很多黑烟 接着 就多了很多很多的龙瘡 看下就像鱷鱼皮一样 这个时候默寒大叫一声 啊 双手禁住了 显得很痛楚 究竟默寒有没有事 冯元又去了哪呢 他们两个 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呢 我们下集再说 第530集 冯元 上次说到 在默寒把我的机关一拉下来之后 冠材里头的女尸 整个弹起 冠材盖被炸飞 那个女尸 对着默寒扑过去 默寒用肩 一刀刺穿女尸的额头 接着一股龙血 沾到默寒的面上 他整个面 就起了一粒又一粒的龙磕 看下去就像鱷鱼皮一样 非常之噁心 但这个时候 肥佬在旁边按住我 叫我先看好线 他就跟我说 说他信不过四叔他们 他还说 逢完什么都不拿 只是拿了那把铁线 一定是铁线当中有什么秘密 说不定 他们也在利用着我们 我没有法子否认 肥佬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 我们就这样迟了一下 那边默寒 已经被女尸抓住了 他拼命挣扎 双手 掩住自己的面 我们再不出手的话 他一定会被女尸咬死的 接着 我冲了出去 一伸手 捉住女尸的背部 出来一扑 把女尸扑过来 老实说 我见到默然 因为打穿了女尸的额头 整块面被血压搞成这样 我就不敢再碰女尸的面 只是把她拼开 这位女尸的身体很重 我出少点力 都拢不开 这个时候 默寒又想用伤手拼了 肥佬大叫一声 喂 你想死的话就拼了 吓得默寒不敢再动 然后那个女尸 转一转身 竟然是向着我冲过来 冲过来的时候 我还闻到一股声的臭味 于是 我拔出童木剑 对准女尸就一下劈过去 在童木剑斩到女尸的时候 她的身形停了一下 跟着 就好像武士一样 继续向我撲过来 她一直撲过来 口还要抹开 一口黑气喷了出来 我立刻忍住呼吸 一脚 出尽全力 兜中女尸的肚腩 把他整个踢开 就在这个手 肥佬出手了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去到女尸的身边 用手一拔 拔住女尸的手腕 然后一动 捅到女尸的肚子 这一下 女尸的肚子里面 突然间爆出很多很小的虫 这些虫 一下子就拉上肥佬的手 肥佬手一拼 把这些虫拼开 然后退后两步 对我说 喂 你先拖住他 接着就在那边脱了衣服 在袋里头 掩一支汽油 薄命地淋在衣服上 这时候那个女尸 又向我这边撲过来 虽然她肚子被肥佬刺傷了 但好像对她完全没有影响 动作一点都没有慢 我手伤的头目剑 对着女尸是乱砍乱砍 但好像一点用都没有 还不够肥佬给她那一臂手伤 在我被女尸逼得节节败退的时候 肥佬旁边冲过来 开了一句 走开啦 她手上那件浸满汽油的衣服 已经被她点着了 然后她凌空一吸 整件衣服对了女尸扔过去 一下子罩着女尸 女尸被衣服罩着之后 整个就轰一声烧起来 看上去就像一个火人一样 跟着她摊在地上 双手双脚不停地扭曲 很快 尸体上 传了一股好恶心的臭味 肥佬就说 就算你是怨气再重的开门尸 又怎样 不一样要死在我手上 很快 整具女尸 就烧得像碳一样 地上都黑乱乱的 我这样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我放下图木剑的时候 肥佬就指着墙上的画叫我看 我一看 那幅画又变了 现在画里头的桃花 全部都变成黑色 我觉得奇怪 难道是被刚才的火烧黑的 但没可能 那些火又没有烧到上去 然后画里头的女人 面上边由烧衣 变成了很怨毒的样子 我问肥佬 我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可能因为我们收了这叫女尸的原因 这个时候 典子在地上的墨寒 已经不再惨叫了 他不停地吐大气 越吐越粗 越吐越辛苦 我问肥佬 如何收救他 谁知道肥佬就说了 你不用管他 一时三刻他没事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斯文都逢圆 肥佬也走到那幅画旁边 他并没有去碰那个女人巴士 伸出手 按着画里头的女人的颈 出来一扭 原来这个女人的颈都可以动 扭动了之后 躲面墙 就突然间现出一道粒槽 粒槽向着我们这边伸出来 越伸越长 然后我看到 粒槽里面 躺着一个人 被白色的东西 包到固定了 如果要形容的话 就好像那些蜘蛛 把粒蜡包成一团 我就问肥佬 喂 这个 不是逢圆吗 我也不知道 打开他看看 不过你小心点 他身上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毒 肥佬一直说 一直含出匕首帝给我 我用匕首 轻轻地 割开了包着这个人的东西 哦 原来是白布 解开一看 白布里面包着的 正是逢圆 肥佬就污下身 先试试逢圆的鼻息 接着对我点了点头就说 没事 他没死 先把白布弄开 我先把他身上的白布全部撤开 肥佬呢 就把逢圆拔了出来 接着就说 你别说 这个人是有点本事 被人包到这样 都还没死 行了 你救得到他就快点救吧 再救麦寒 你放心 麦寒那些是平安伤 二华为 他就麻烦点 你叫开他的口 我叫开逢圆的口 肥佬呢 就在袋里头 含一粒药丸出来 把药丸送入逢圆的口里面 然后他又不知道在哪里 拿着眼睛长针出来 对着逢圆的手指一刺 对着 长针刺进去之后 逢圆的眉头走了一下 然后终止都弹了一下 行了 等他睡一会 一会就会醒了 接着我们才走到麦寒身边 肥佬看了一会就说 他面上的笼包里头 有很多蟲 一会小心点 你又说是平安伤 如果只有笼包 那的确是平安伤 但里面有蟲 这就不一样了 你去 把那个女人身上的蟲 拿过来 我转转头 看一看那一句 已经烧成黑炭的那样的女尸 心想 不是吧 现在他身上哪有蟲 又都被你烧成灰了 怎么找呢 肥佬看到我吐了 他说 哎呀 你先戒算自己手指 用血 滴在棺材盖上 我照他这样做 他说到我家 血一滴在女尸的棺材盖上的时候 我开始听到 撒撒撒撒 糟糕有多糟糕 如果不是为了救人 我就打死也不行 不过现在没法子 我咬着牙关 捉了一只比较大的蟲 递过去给肥佬 肥佬接过去之后就说了 快点 包紧你手指上的伤口 如果不是的话 那些蟲就会越来越多 到时这里就全部都是蟲 我就问肥佬 喂 这些蟲 究竟是什么 刺蟲 专吸尸体的肉和血 刚才那句蓝丝 斩一下眼 变成像干尸 应该就被这些蟲吸干了 然后肥佬 捉住那只蟲 将它堆向墨寒面上的笼包 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肥佬 是想用这些丝蟲 咬穿那些笼包 他就跟我说 一定要注意 笼包里头的蟲走出来之后 一下子踩死他 就是这样 肥佬 就用丝蟲 将墨寒面上的笼包 一粒一粒咬开 真的 笼包一穿 都会有那一刻他就飙出来 当中 一定会有个小蟲 我在旁边踩死那些小蟲 就是这样 我们弄了很久 先将墨寒面上的笼包全部弄穿 这个时候他的蟲面 已经变成一个洞一个洞 看起来就很糟糕 不过这条命应该保住了 肥佬这个时候就说 行了 任由他就休息一下 又过了一阵 那个墨寒 才长长地呼一口气出来 然后肥佬就叫我 背起逢源 他就扶着墨寒 走出这间墓室 一出去 我看到墨然站在那里 看着我们走出来 墨然才点头 我说 我说了 我们去墨然找到那个洞那里看看 肥佬看一看我背上的馮原 又看一看 走到震腾腾的墨寒 他说 等等 那个墨室 不知道会不会比这个更加凶险的 带着他们两个下去 有什么危险 他们帮不到我们不单止 反而会连累我们 现在趁那个墨寒还有点力 叫墨寒 送走馮原先 但是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 更何况 这个墨 是馮原找到的 没理由找到之后 我们就丢下他们 谁知道墨然就说了 我认为肥佬说得对 他们两个 现在只会拖累我们 我只会救 到我有利的人 墨寒这个时候就说了 没错 是我拖累了大家 行了小叶 他们说得没错 这个墨 和我无缘 你们一会儿下去的时候 要小心点 说完 墨寒背着馮原 向进来的那个渡洞那里走过去 肥佬在我身边就说了 行了 他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不用你担心那么多 这个墨 应该是狗冠毛来的 每一副棺材 都分不一个地方 自古以来 狗你的数是很吉祥的数 古代军王 就是以狗为尊 快点找吧 我估计 还有很多地方要找的 我还是没理到肥佬 看着墨寒和馮原的背影 我觉得那些心痛 明明一起下来的 怎样肥佬和墨宴 当人家是工具一样 肥佬这个时候又说了 你四叔对你好呢 因为他是你四叔 但他对我 就没那么好 我刚才这么做 都只不过快点搞定这件事 墨寒和馮原这两个人没那么简单 你觉得普通人 被私从咬穿的龙坡 会没事吗 你看他 休息一会 就像武士一样 还要背走馮原 哼 据我说 馮原有问题 这个墨寒 更加有问题 说完 肥佬想爬入墨盐 找到那个悼洞 就是我们准备下去的时候 突然 听到下面 有 一声声的哮打声 肥佬立即捕低 耳朵贴实地面 过了一会 他小小声跟我们说 下面有人 有五个人 应该就是之前 馮原看到的那五个人 墨盐也都闭上了 过了一阵 他都说 不是五个人 是四个人 两男两女 一个女的 是十三四岁 一个是四十几岁 两个男人 都是三十几岁 没有第五个人 究竟墨盐和肥佬 谁说得对 这群人 又是不是之前 馮原看到的那群 抢了我们之前 落露的那群人呢 我们下集再说 第五百三十一集 又见孙盟 上次说到 我们走到另外一个道洞 但肥佬和墨盐的说法 不同 肥佬就说下面有五个人 而墨盐 就说只有四个 两个人说的数目不同 我也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 墨盐就说了 是有第五个的 不过他的心臟没有跳动 只是死人来 我真是佩服墨盐 那也听得出 不过 用死人道母这个方法 我也不是第一次见 所以并没有觉得太惊讶 这个时候 墨盐就说了一句 好了 我们下去 一说完 他跛下 伸出双手 捉住道洞的边缘 然后 轻轻一松 墨盐就在道洞那里落了 那个道洞下面 我根本不知道有多高 听了一会 都听不到我落地的声音 我就很紧张地问肥佬 肥佬 墨盐会不会有事 你真是 你担心他 要担心就担心你自己 有事都是你有事的 快点 拿一条绳 绑住那边那副棺材 然后弄下去 我们没有墨盐那么好伤手 只能慢慢滑下去 于是我按照肥佬的吩咐 绳一边 就绑住那边那副棺材 另一边 就绑住自己的腰 然后慢慢顺着道洞 轻轻地滑下去 肥佬就在上面拉着一条绳 慢慢地放下去 一直放了两分钟 我脚才踩到地面 然后我再帮帮帮 表示肥佬我落到底了 然后 我周围望了 想探墨盐去了哪里 可惜下面太黑了 只有道洞口 传来一些昏暗的光亮 但走得两步 周围有什么光都没有 谁都看不到 那几分钟 肥佬也上下来 我立刻过去托着他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有了危险的感觉 然后 就听到 一阵风声 向着我和肥佬这边飞过来 我心想 有人对我们发暗气 但肥佬刚刚摔下来 我们根本没有发自避 幸好 在紧要关头 听探听 几声吹响 墨盐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我们面前 很明显 那些暗气 是被他打飞了 接着我听到墨盐说 小心点 不想死的 就走开了 我拔着肥佬 快退开两步 接着 在我们面前 有一把人声说 喜有此理 除了我们之外 想不到有人都跟着来 然后 一把好智乱的声音都传了过来 相逢债券份 请问前面 是哪路神仙 这把声 我觉得有点熟 但一时之间 记不起在哪里听过 我这边还没回答 肥佬就抢先一步说 天仙山洞 白居一角 搞动一头无水 什么天仙山洞白居一角 肥佬说什么 而那边 很快都没了声 好像被肥佬拋着了 过了一阵 自乱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我们是张有道的弟子 由山林中来 因为那时 遇到这个墨 合子一算 宣出此墨大空 所以特意来看看 想不到遇到几位道人 刚才还以为是恶责 一点误会 请不要介意 哈利巴斯真是越来越熟 我真的很想开着个电筒看看 究竟是何方神圣 然后肥佬望实前面就说 哦 原来是港师道长 真是失劲了 借问 道长你们走不走呢 这个墨 是我们先下来的 港师掌墨 似乎不合江湖规矩 肥佬一说完 那边的人 又再次静了下来 肥佬又再试探地问一句 道长 还在吗 肥佬一说完 突然 我耳边传了一阵劲风 墨然那边一伸手 拔了我下 手上被长剑一揮 借着墨然长剑的反光 我看到在剑身上 影了一个人影出来 这帮人都算奸搞了 一边跟我们谈 一边已经静悄悄过来 想暗算我们 那边墨然把长剑 已经一瓦刺过去 就这个时候 那个智联的声音又说 好伸手 你就是当初 偷看我们的女人是不是 我这个时候再理不得那么多 一打着手电筒 都要前面一招 哼 难怪我觉得这把声音这么熟 他是不是站在我们眼前 只是之前见过那个孙蒙 而墨然见到孙蒙 反而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难怪的 墨然已经失去了记忆 他记不住孙蒙 已经很正常 而且这个孙蒙 自从那次见完之后 消失了那么久 突然之间见到他出现 我还是有点惊讶 孙蒙可能猜不到 陆墓的 居然是我们 他面上也露出了惊奇的表情 不过很快就说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看来我们 真是很有缘 他一路说 一路把手上的那把弯刀收起 孙蒙手上的那把弯刀 就很长 差不多一米多那么长 和孙蒙的身高不成比例 他一路收刀一路就继续说 既然我们是老朋友 可以合作的 这个没那么凶险 你们只有三个人 可能连主母都去不了 听到孙蒙这个提议 我不禁望肥佬 和墨燕 肥佬想了一阵 亦都回头看着墨燕 很明显 他的意思就是 一切由墨燕来决定 但是墨燕呢 两眼看着孙蒙 好像很不解那样 过了一阵 墨燕就说 为什么我看到你 觉得这么熟悉的呢 孙蒙听到墨燕这么说 比他刚刚看到我还要惊讶很多 他不停望着墨燕 望着一阵才说 原来失去了魔神 然后他又看一看我 继续说下去 为了一个这么普通的人 失去千年魔神 墨燕呀墨燕 你有没有搞错呀 为了所谓的爱情 连千年魔神都不要呀 但墨燕面上 还是充满迷茫 他说 你说什么千年魔神呀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呀 你没了魔神 当然没了记忆啦 这些事 你不知道的了 好了 时间有限的 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呀 唯有合作 才能找到真正的主务室呀 孙蒙一路说 一路露出很不耐烦的表情 虽然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就不长 不过 这个女人的心 是极之狠辣的 这一点我就清楚 想起当初 孙蒙说墨然跟他是同一类人 墨然既然是摩 那么孙蒙自然也是摩呢 想到这里 我又对肥佬另一类头 肥佬正想跟孙蒙说不合作呀 谁知道那边墨然 率先点了一点头 我立刻放在他那里 小小的跟他说 墨然 不要跟他合作呀 跟他合作 等如是与虎谋避 不是呀 他说得没错 这个冨 凭我们三个人 根本解决不了 我觉得 这个女孩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想试一试 墨然这么说就没办法了 肥佬也说 行了 那我们就信墨然一次 如果是看流眼的 那就赢了 既然墨然和肥佬都这么认为 我也没有法子再说 孙蒙这个时候拍一拍手 那声好 接着 他身后站着那四个人 手上的电筒突然之间都亮起身 手电筒一着 我就本能够闭上雙眼 因为 同时着了几个电筒 光芒在黑暗之中 实在有些残眼 在习惯了这种光芒之后 我才慢慢再省大眼 接着 我就见到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 身后就背着一个女人 仔细看一看 这个应该不是女人来的 是一句女尸 而且身上的服装 就很古老的 接着孙蒙就说了 既然我们合作 我都要有点诚意的 无女头的东西 你们可以随便选 除了阿三背着的女尸 那我有点不明白 听孙蒙的口气 这句女尸 就是她从棺材里面抹出来的 这个帽子没那么大 应该有不少奇珍异宝才是 为什么孙蒙他们什么都不要 只要这句女尸呢 这个时候肥佬就说了 你们又不笨 拿走是最好的 剩下这些脆弱 还不够我摄麻辣的 听到他这么说 孙蒙背一背眼 伸出手 把手上边拿着弯刀举起就说了 你觉得不够 那我手上哪把刀 你敢不敢要 我要来做什么 这把刀 又斩不了柴 肥佬一路说 一路向前走 哼 是 他说就说英雄 不过我已经看到 肥佬伤在打阵 看来 孙蒙的实力 比我意想当中 还要高强很多 接着我看到 肥佬 在棺材里面 拿起了个玉鱼衣 抹一抹 装在自己的袋里面 这只玉鱼衣 大家有手掌那么大 拿起身的时候 我还看到一个隐隐有一些幽蓝色的光芒 就好像坟头里面的鬼火一样 这件事应该值不少钱 不过听肥佬的语气 好像他的价值 还不及那个所谓阿三背着那一句女尸 这句女尸究竟是什么来的 我越来越好奇了 接着我听到孙蒙说 你们拿了 没有 我们算分了妆 接着下来的狗口龙冠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大家最好不要有任何私心 如果不是 我手上把刀 是杀人不见血的 孙蒙一路说 一路手一揮 假 手上把弯刀 一斩斩在右边一条石柱上面 那条石柱大大画画 有成年人的腰一样那么粗 怎知孙蒙一刀下去 居然斩成两折 哎呀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肥佬那么怕这个孙蒙 连石柱都可以斩成两折 人就更加不在话下 好了 走吧 就是这样 孙蒙不经不觉 成为我们这队临时组建队伍的掌眼 所谓掌眼 就是指挥的意思 孙蒙一直都没出声 就是望着孙蒙不放 就好像猫望着老鼠一样 我小小声跟他说 孙蒙 你一路望着他干什么 我觉得他身上 有一种很熟悉的味道 就好像我一样 但不知为什么 我怎么也想不起 他究竟是谁 无论我多尽力去想 都想不起 孙蒙 孙蒙 究竟是什么人呢 究竟这个孙蒙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墨然又记不记得你一些东西呢 我们下集再说